歡迎大家收看今晚11月27日星期三晚上的收視角Round 我是朱明亮 一起和大家回顧今日港股的表現 港股在期止結算前夕 今天是雜幅上落 27,000點的阻力仍然存在 市場的焦點集中在三隻股份身上 成交有少少的質重 今天我們看到恆生指數高低波幅只有108點 恆指今天高開30點之後 持續維持雜幅上落 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期止結算前夕 恆指收報26,954點 升40點 升幅0.15% 國指收報10620點 升2點 升幅0.03% 大市總成交今晚757億 港股通錄得資金淨流入超過18億 今天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第二天 可以延續到一個升勢 並且一度再創一個上市新高 成交相當活躍 看回成交暢旺之下 成交金額達到103億5400萬 而今日最高位去過195.3 最終收市報193.2 升5.6 升幅3% 市值突破41,000億 而排在成交榜第二位的是美團點評 持續有港股通資金流入 成交金額超越了騰訊 達到38億5400萬 美團的股價也創了上市新高 高位見過105.5 收市報104.2 升3.4 升幅3.4 升幅3.4 市值突破了6,000億元 但騰訊受制過大市 最終收市報335元跌6毫 跌幅0.2 騰訊成交金額只有37億6800萬 三間互聯網巨頭成交金額佔大市總成交金額達到24% 再來看看其他藍籌股方面 本地政治局勢已經看到舒緩的跡象 港鐵公司獲得高盛方面上條的評級去到買入 並且認為港鐵的股價已經反映了負面因素 港鐵今天反彈3.8% 成為表現最佳的藍籌 最終收市報45元 中美貿易談判前景稍為樂觀 創科實業以及萬洲國際也升幅靠前 升幅超過2% 創科最終收報62.1 升了2.6% 升了1.6% 而萬洲國際就收報8.36 升了2毫升 升幅2.5% 看看本地地產股方面 新世界發展收報10.48 升1毫升1.2 升幅1.2% 九倉置業 收市報44.3 升了5毫升 升幅超過1% 而長實方面 就升0.9% 收市報52.9% 終身就約就是今天表現最差的藍籌股 因為公佈了第三季度的業績 頭三季的增長 見到顯著放緩 純利方面只是按年升2.5% 因此拖累股價今天跌了4.6% 最終收市報10.68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 另外國子方面中國燃氣領跌 跌了1.4% 最終收報30.7% 安踏體育就是表現最佳的國子 收報76.05% 升了1.6% 升了1.2% 在異動股份方面 今天見到手控集團編號1269 中途停牌 在停牌之前急跌了7.5% 最終收市報4.5% 以城市外交育亦都受到拖累 一度低見4.8% 最終跌了超過6% 收市報1.44% 跌7毫 但是收市的跌幅是收集回到32.7% 因為手控集團 是城市外交育的第二大股東 所以市場就懷疑 是誠實外交育 被手控集團大量沽貨 今天收市報1回到這裡 我們明天繼續和大家跟進大市走勢